Hello 大家好我是一燈 自從上一集我們分享完音叉的療癒之後 如果要進一步去講解音叉的作用 我們就必須深入了解我們人體內的肌理 今集我會講一下能量醫學的病理 給大家認識一下 我講這十個不是太多人知道的病理 這些資料來自Dr.Jerry Tannens 這個坦能特博士是一個世界知名的醫生 他在哈佛大學教一些眼科醫生 這些資料其實是一個2017年未來科學的演講 大約是45分鐘的演講 我將它精華了這十大重點 這十個重點是關於一個人體的病理 到了今時今日還在用這個學說分享 在YouTube上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看全個資料的話 我都將它的連接放在影片下面的說明欄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看 第一點可能大家都會聽過 都會認識的 原來人體原來是一個生物的電池 我們人體裏面有四種不同的電池 例如我們的肌肉是比較大快的電池 一些充電池 它是一種壓電式充電的電池 什麼意思呢 那種壓式電池是可以壓縮它就會產生電池 所以為什麼我們做運動可以充電呢 就是因為這個原理 第一種是肌肉 再細分一點就是我們的細胞膜 原來我們的細胞膜就是一種電容器 因為我們的細胞膜是一些輪屍物體組成的 輪屍物體其實是上面和下面都是導電的物質 而中間那一層是絕緣的 變成了一個電容器的物體 細胞膜就是外面和裏面也有很多證固離子 互換產生電流的 所以我們的細胞膜是一個小型電池 再細分下去第三種電池 在我們細胞裏面的一個線粒體 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線粒體是會製造電池的 再細分下去原來我們的DNA都是一種電池 DNA而且是一種很神秘的電池 這個留在我們下面再講講DNA這種電池 這個第一點應該大家聽到 講第二點 第二點就是 原來我們的筋膜 剛才講了肌肉 原來我們的筋膜都是一些導電的物體 但它是一個半導體 什麼叫半導體呢 其實半導體就是電池只可以通到一邊 不可以逆轉 所以我們的筋膜會包住肌肉 包住肌肉之後可能一塊塊肌肉 透過筋膜就變成一塊塊的電芯 所以就會形成了一些電流的方向 第三點就是 當我們的肌肉再加上筋膜 然後連接整個身體的肌肉加上筋膜 就變成了我們身體的電路板的一個電路 這些電路就等於我們中醫所講的經絡 我們的筋膜是蓋了六大電磁組 當然我們中醫的經絡有十二經絡 但總括來說大約有六個電磁組 即是六個部位是我們需要知道的 那六個其實跟我們中醫的五行差不多 例如頭頂上有膠緊神經和副膠緊神經的一些通道 還有我們的大腸和肺經 心和小腸 皮胃經 胰臟那些 還有腎和膀胱經 肛膽經的位置 例如這個皮胃經 它是由腳下面大腳趾 大腳趾就會通上腿的內側 腿內側的肌肉和筋膜 再連接到女性的伸直器官 然後走到後面背部 就上到神上腺 神上腺會繼續走到皮狀 皮狀去到胰臟 胰臟又跳到頸部 然後又回到胃部 從胃部又回到眼睛部位 眼睛部位又回到大腦的額液位 然後又回到胰臟身上腰部位 之後又回到腰部 再回到腰部 再回到腰部 再回到腳趾 其實就是一個大的循環 皮胃經就是一個這樣 肌肉和筋膜就是一個圈圈 經營了整個身體 例如眼睛的黃斑病變 其實很大機會很多病者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皮胃不夠電 不夠電就會引發到 眼部黃斑出了一些水晶粒在視線膜裏面 到下一點 第四點就是PH值 經常聽朋友說身體要多喝點鹼性水 吃多點鹼性食物 令我們的身體不要那麼酸 其實是什麼原因呢 很多人都知道不要讓身體那麼酸 因為酸都是不好的 通常癌性病人身體的物質都比較酸 那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怎麼分的呢 他就有說就是PH值其實就是我們液體中的電壓 酸鹼度大家都知道0就是極強酸 去到7就是中間 去到再大些14就是極鹼 我們細胞裏面的液體只可以在7.35至7.45之間 這些細胞才可以做到東西 要不然就會停頓的 很大問題的 高酸多一點點和鹼多一點點都不行 我們細胞的電壓約是-25毫伏 就是MV 到-70毫伏就比較健康一些 一般如果製造新細胞的話 最少都要有-50毫伏 如果不是的話我們身體就製造不到細胞 如果低於-50的話 製造不到新細胞就會很嚴重 身體就會一路一路變差 如果我們的電壓去到越來越低 不夠電的話 甚至乎去到正30 就證明我們的細胞已經變成了癌細胞 去到正30毫伏 所以PH值對我們的身體細胞也是很重要的 那講第五點 第五點可能比較冷滿一點點 就是講我們的牙齒 我們的牙齒都有不同的連接經絡 每一條經絡必須經過某一隻牙齒 才可以游走其他經絡 所以我們的牙齒如果是做一些牙筋管治療 把牙筋拔走 把牙齒倒死了 然後再傷新的牙齒 但這些做法其實是很危險的 因為很容易認救我們的牙齒部位 會受到感染 就會破壞我們的微絲血管 令到那邊斷路 一些電不流通 下面前面兩隻牙齒就是膀胱經 接著去到犬齒部分就是肝經 再裏面兩隻後齒就是皮經 再裏面的大牙就是肺瀝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的牙齒做過手術或者感染到 會影響到其他的器官 第六點就是慢性疾病 慢性疾病多數是來自電路的阻塞 因為電路不通 細胞就不可以工作 因為電路不通 血又運輸不到 如果血運輸不到 氧氣又不足 氧氣不足的話更嚴重 因為製造不到一樣化膽 製造不到一樣化膽 至於顯微鏡 普通顯微鏡看不到 有些很專業的顯微鏡 你會看到沒有一樣化膽氧氣 細胞開始製造成細菌 就會走出來作怪 甚至乎會弄到那裏發炎 把細菌繁殖很多 還會釋放一些毒素出來 就會融化細胞 所以那裏就很糟糕 越搞越糟糕就會發炎 然後就會形成慢性疾病 就是這樣的一個機理 所以很多慢性疾病的來源 就是因為細胞的電壓不足 如果電腦不通的話 經絡裡面有地方塞了 有地方塞了就不通電 如果充電足夠的話 細胞就會做到東西 做到東西就會有一樣化膽 也會消滅細菌 減少發炎 都要充足足電壓才可以做到東西 第七點就是毒素 毒素是一些什麼 毒素是電子的盜竊者 因為毒素是細菌也是毒素 病毒也是毒素 真菌也是毒素 殺蟲劑也是毒素 重金屬也是毒素 傳基因的物質也是毒素 因為這些殺蟲劑也好 重金屬也好 他們都會偷取我們細胞的電子 所以它是電子的盜竊者 如果這些毒素我們不清除 重量不減少它 就會不斷偷取我們細胞的電子 我們的細胞就經常充不到電 充也不夠電 所以就會形成長期問題 亦都會產生慢性疾病 第八點 厲害了 進入一個比較深層次的 不是這麼多人知道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DNA 我們DNA是剛才說過 另一種第四種電池 而且是一種很特別的電池 因為它是雙螺旋的構造 如果你在DNA 一條是兩邊看它是螺旋粉 但如果你的頂部看上去 其實它好像一個旋轉樓梯 你會看到旋轉的結構是一個很和諧的結構 很自然的結構 這個叫做黃金結構1.6100 而這個結構我們叫做標亮能量塔 是由一些旋轉的物質可以產生電池出來的 以往Tesla製造了一個免費能源 例如Tesla Coil 就是用這種模式去製造出來的 標亮能量塔是一種很特別的人體天線 要說回1960年的時代 就是克利夫巴克斯特博士 他曾經CIA是一個審訊專家 他就是研究測方機 他把測方機研究在植物實驗 原來是有反應的 植物收到意識就會有反應 然後他就幫美國陸軍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講關於基本感知理論 一個DNA的實驗 這個實驗是把一個人抽取了DNA出來 送去100米遠的範圍之外 給他一些電影去看 可能是很慘情的電影 或者很開心的電影 然後測量DNA的電壓有沒有變動 結果證實了高低潮的情緒 會影響到DNA的電壓有變動 而且是零時間差距的 證明了一件事 因為我們的DNA是不受時間限制的 速度來說是可以比光速快 比電磁波更快的速度 因為它是即時有反應的 即飆量能量是介乎在第三圍世界 其他圍道的世界之間的一些能量 另外DNA還有一個叫做組成世界能量的學說 1995年俄羅斯科學家 加利耶夫和巴普寧在DNA實驗中 用光源照射 用散射光的訊號去看DNA的幻影效應 他們研究到人稱98個垃圾DNA 其實不是沒有用的 其實他們的用處是可以調控電磁場訊號 影響更加共振其他頻率 和億萬的細胞溝通的一種能量 一種鎮頻來的 鄰東大學生物科學家格蘭瑞欣 也測試到愛的情緒 和憤怒的情緒對DNA的影響 原來一個人憤怒的話 DNA就會捲縮得很厲害 如果捲縮得很厲害的話 就形成不了天線的作用 就收不到自然界的訊號 導致我們的身體失去訊號 和天人合一不到 就開始有很多疾病產生 所以如果有愛的情緒的話 DNA就很正常了 就會吸收到天人合一得到 和世界接到鬼 就是天線接到收到訊息 所以就證實了人之初性本善 人之初性本善 因為我們一生出來 我們的細胞是很和諧的DNA 是一種好的大愛的出現 所以人之初性本善就是這樣說 第九點 情緒是一種變磁場 直接影響到DNA的天線收法 大宇宙的訊息 所以我們的情緒是直接影響到健康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好最後第十點 就是電池場可以傳到這個電池 原來不止電池兩樣東西 電池場還可以傳到一種宋式 例如我們的意識 因為我們日本也有一個很出名的專家 剛本聖教授 他有一本書有一個著作 就是水之道答案 測試那些水 當你的意識放進去的時候 甚至乎你寫一個字 寫愛或者開心 我愛你之而處理 那些水的結晶體就會產生一些很和諧的雪花出現 為什麼會這樣呢 而你寫一個字是寫一些很憎恨 很憤怒的字內 其實是一種信息來的一種意識的東西 是一種能量來的 只寫在這裏 那杯水的結晶能量都會變得很差 結晶出來就一坨東西形成不到那些很和諧 即是比例很和諧的一些雪花 這是做了很多實驗的例子 可以買一本書看看 雪花很漂亮的 除了寫一個字仔之外 你對著它講完 那杯水都一樣有這樣的效果 甚至乎你用不同的語言去寫 不同的語言去講 都一樣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它是因為不受語言限制的 它完全單憑你的信息去影響到那杯水的能量 影響到它的結構 所以我們的電磁場是會傳訊到電磁 還有我們的意識 好這十點不是那麼多人知道 病理就講到這裏了 至於總結 總結我跟大家講 慢性病的問題 其實和這些十點的問題是有相關性的 又要問兩個問題 就是哪個器官的位置斷了電 有故障 第二個問題就是為什麼細胞保持不到充電 為什麼保持不到電荷 要問這兩個問題 斷電的原因有五樣 電磁波的干擾 我們生活環境受到一些什麼電磁波干擾 大家都很清楚 有WiFi 手提電話 外面有電塔 很多電信網絡的天線 在城市的人特別多電波干擾 第二件事我們要留意的就是刀疤痕 如果你在這裏有一個疤痕的話 你這裏一定是斷電的 不用說通不了 很多地方通不了 所以我們要留意一些手術 不要留意做手術 不要開刀 還有紋身都會有影響的 第三件就是我們牙齒感染 所以要留意了 通常是漂亮的牙齒 非洲人的牙齒很漂亮 牙齒漂亮的人是健康的 牙齒不漂亮的人身體是不健康的 這絕對有關係 因為每一條經驗都必須經過牙齒 再去第二個經驗 所以要留意了 第四件就是毒素 剛才說的重金屬 殺蟲劑 基因改造的食物 細菌病毒真菌這些毒素 要學會如何清理 第五件就是我們的情緒 不用說我們情緒是超級超級厲害的一種能量 它會影響到你整個人的 DNA的天線接收不到宇宙信息 從而令到你的身體正常不到 和諧不到 所以要留意我們的情緒 記得問一下自己 你快樂嗎 如果你生活不快樂 那就是一個情緒上的負擔 大家要注意這件事 好處理的方法 今集不講了 留待下一集我們可能會講一些 關於除了音叉可以處理這些問題之外 斷電問題之外 充電問題 充電用什麼儀器 今時今日有很多新出的儀器 電磁儀器很多的 還有一些手療器工那類 其實我們身體都有很多地方可以發放能量 手指這些地方 手掌這些是密集的穴位 可以發放能量 下一集會不會講到這些呢 希望可以講到這些處理的方法 好今集就分享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請記得點贊訂閱和分享 我們下次再繼續 今天就這樣拜拜 謝謝大家